好 但如果说北院准扣押了精华层土地的话 大家还想说 哇 这个是不是法官已经看到了 多么样明确的证据才会逼准呢 好 我们请教一下律师 因为现在大家说了 如果这样一扣押会引发破创效应呢 要抢 抢到污点证人 因为代表说朱雅虎跟沈青金都还没有转 下一步会转吗 是的 目前看起来 法院他已经准说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刑事扣押了 表示说因为一般这个刑事扣押 通常是在起诉之后比较有可能会去做这样的动作 因为这个所谓的刑事扣押是针对所谓的犯罪物 那目前这个鼎月公司他虽然提起抗告 但是其实这个抗告成功的几率可能会相当低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鼎月公司说 我又不是这个荣基奖励的申请人 我也不是荣基奖励这个本案的犯罪行为人 所以跟我都没有关系 但是这个刑事扣押其实根本不管这些东西 只要这个东西是刑事犯罪的一个所得 荣基奖励假设是认为是刑事犯罪所得的话 那法院就有权利来做这样的一个扣押了 所以我个人会认为说 这个鼎月公司要去申请这个抗告要成功的几率是相当低的 那反过来说 目前法官应该已经看到相关的证据 认为说好 这个可能有相当的一个徒利甚至收贿的情形了 那目前就这整个案子可以分为 这个如Grace讲的 有分为行贿主跟受贿主 那这个收贿主的话 它的刑期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所以呢 要这个收贿主他去承认犯罪 坦白讲这个难度会比较高一点 反之这个行贿主 它的刑期是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所以它最低本刑 只有一年的有期徒刑 所以如果行贿主他愿意承认 转成污点证人的话 其实是有机会来减轻其刑的 那这个时候 现在还可以吗 现在还有可能 但是这个转成污点证人要检察官同意 那这个时候我相信朱雅虎也好 沈庆金也好 他一定在这个 晚上在睡觉的时候会去思考说 这个我到底这个赚了一些钱 那我到底转成污点证人 那我可能要判刑 这样对我划不划的来 这个以朱雅虎来讲 他可能了不起每年赚 这个他的收入可能几百万之类的 所以他可能会觉得说 我赚的钱可能没有那么多 我比较想要转成污点证人 以沈庆金来讲 他这个可能这个花了 这个将近十年的时间努力 这个想要就是把金华城拼一个 一个赚一笔 这个做一笔大生意 那现在如果他转成污点证人的话 表示说 哇他这些钱全部都没了 全部都泡汤了 那目前法院裁定是说 他的这个不法所得是一百一十一亿 那这个沈庆金他肯定要思考 如果还这个一百一十一亿 然后呢这一切都没了 他有一百一十一亿吗 重点是 他可能换不出来 刚刚小平 沈庆金现在 没有现金 那这个一百一十一怎么拿出来 拿不出来 拿不出来 对所以这个就要转成污点证人 检察官他不会说 我承认我有犯罪 就转成污点证人 不会 你一定要做相对应的一个付出 一个贡献 那律师请教一下 北姐因为现在已经算出了一百一十一亿吗 这个看起来民众党说 你们是扣我们土利的帽子 但看起来如果会算出这个钱的话 会不会不止土利 可能还有金流已经出来了呢 是的 那因为这个是法院的裁定 他已经写得很清楚是一百一十一亿 那法院他通常在做 不是通常 他在做任何的判决的时候 他一定要有凭有据的 所以目前可以认定的是说 这个检察官一定拿出了 相对的一些金流的资料 来证明说 至少有一百一十一亿的 这样的一个金流 所以法官才会认定 说有一百一十一亿的土利 那实际上检方也是 现在还在查嘛 所以之后会不会有更多的金流 我们也还不太确定 但是从这边看得出来 已经有一个一百一十一亿的土利了 这个时候如果沈庆金 他想要认罪 他想要转成污点证人 那朱雅虎跟沈庆金 谁比较容易啊 下位置只有一个而已是不是 对 通常只有一个啦 不会说这个有一排 一个案子里面 不会有很多个污点证人 那目前看起来 其实朱雅虎 如果他知道的事情够多 他要转成污点证人 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因为他赚到的 放到口袋的钱没有那么多 我员工而已 我干嘛跟你拼不过 对 所以我这个员工 我是听命我老板做事情 我干嘛拼了我的老命 而且他之前不是说 什么腰也不好了 我干嘛跟沈庆金 我都被打出血了 不要再弄我 对 我干嘛跟沈庆金 这样子共生死啊 是的 所以以这个整个情况来看 朱雅虎是比较有可能 那审庆金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如果他要转成污点证人的话 他势必得要放弃 几乎要把这个金华城的 所有的利益 他都得要放弃掉了 而且可能要拿出 先拿出一个 至少111亿来说服检察官 来说我要转成污点证人 那我个人是认为 这次难度是相当高的 好 所以我们请教瑞德哥 所以你看民众党 现在干嘛东骂西骂呢 是不是因为那天听到说 朱雅虎啊 行贿哦 可能有行贿 承认行贿这个东西 他们就怕到 因为他们最近在说什么呢 朱雅虎是行贿 然后一直在说 强扣土力的帽子 怎么不说阿伯无罪呢 记不记得 沈晶晶在经过 10个小时的 这个提讯的时候呢 听说走路出来的时候 还会吹口哨 对不对 结果什么时候 人家全身抽搐 赶快送医 紧急这个 救护就医啊 那么在发现 朱雅虎坦诚行贿 收押禁件的时候 那柯雅哲 那么在拒绝 这个律师康告的时候呢 曾经透过律师 发了一个新闻稿说 希望检察官能够 两个月之内 穷尽所有的义务 然后呢 查出这个犯罪的这个迹象 他会想尽办法呢 那么配合这个追查 请问柯文哲在什么时候 突然间拒绝 检察官的提讯 不就是在 李文中跟朱雅虎 也是收押禁件的时候嘛 突然跟收押禁件 就刷一下 我告诉你 柯文哲的刑期 现在决定在李文中的嘴巴 怎么说 他讲出多少百分比 讲出越多对不对 柯文哲这个 被判刑的刑期可能越长嘛 这刑期不是掌握在 朱雅虎跟沈晶的嘴巴 他是在李文中的嘴巴啊 没有错 为什么 因为李文中最清楚嘛 因为有人行贿 有人收贿 那两个一定是 不会有人行贿 没有人收贿的嘛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表示非常的清高 根本就没有嘛 所以呢 事实上呢 柯文哲 记不记得柯文哲 当时啊 在这个 武保请回的时候 发表那个什么 今年三四月 他才知道金华城 竟然拿到了 百分之八百四十 容积率的那个谎言 有没有 因为他才此之前 他早就知道了 怎么可能什么都不知道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现在回头去看看 柯文哲所讲的蛮有意思 当时柯文哲说 为什么我的案子 那么拖那么久啊 那么检方才提出抗告 研判检察官动用所有的力量 正在研读电脑里的资料 然后想要找出什么东西 对我来讲坦荡荡 然后呢 他说根据他在百点两天的经验 资料里面这个拼凑 编造故事太容易 然后呢 中华民国的司法机关 现在已经跟名嘴一样 每天穿着护会 不要说是抹黑 就是在编故事 你好像当时就已经大概知道 再来会有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出来 各位 紧接而来出现了很多东西 你都不要压抑 因为柯文哲都已经跟你讲了嘛 他们当时说 Grace是幻想文 有没有 然后呢 科幻小说的编剧 这些东西都是这样 民众党更好玩 民众党现在变成了 在替这个等于说 替金华城打抱不平 认为金华城像这样子被扣了 被强制扣押了这个 111亿的土地 松三段 西松三段的土地 对不对 好像这样是不公不役 莫名其妙 如果完全合法的话 今天就不会有那么多动作 我跟你说 你以为 这个法官跟下令扣押 这个土地的法官 他都打个破了这样 当然不是 他们看到的是证据 我们支持用证据讲话 有多少证据 对不对 办多少案 很简单 如果人家是清白的 你不可以这样子 罗子罪名 但如果是不清白的呢 你能够保证别人不清白 我就问一个黄国昌就好了 黄国昌就罢个大声声 人家都自己罢个很新高 别人都不对 他当时在追打88会馆的时候 高阶警官跟民进党的政治人物的时候 你是怎么连连开始 怎么追打怎么骂的 柯文哲去过两次88会馆 你黄国昌怎么不吭一声 柯文哲当时有面对媒体问 他为什么去88会馆 他怎么说的 他说不要请柯文哲吃饭 吃完五分钟 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很聪明的利用这种话术 赶快逃之夭夭 你为什么去那边吃五分钟 你可以去吗 如果按照黄国昌的这个 等于说标准的话 柯文哲连踏进88会馆 我跟你讲 66会馆 44会馆 你都不应该去 但黄国昌礼拜六 有去参加小草的这个进座 他有去陪小草 讲起这个就心里面最大的痛 怎么说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发出的小草通告 是估计至少300到500人 去了200人 去了200人就说 那天还天气还蛮好 那天是大好天气 你会觉得你有意外 怎么跟九月份家那么多 去200人就算了 我告诉你 你们有发现吗 其他该去的大咖 很多都没去 你为什么没有去 你看你除了黄国昌 跟这个 柯远男是他家人 贝奇他太太 但其他的人呢 其他就没在面中 董 其他的人 请问一下 民众党负密书长 跟民众党的这个 立法院办公室主任 夫妻你们两个人在哪里 告诉我们你们两个人在哪里 告诉我们全国观众 跟包括民众党的支持铁草们 你人在哪里嘛 有什么事情比在北索外面 支持阿伯更重要的 请问 请问黄国昌跟这个馆长陈志涵 有没有就在那边坐下来不走了 从现在开始 阿伯不出来 我就静坐绝食到那个时候 有没有 没有啊 你们有真的立挺阿伯吗 我看不出来 你们一点决心 你们立挺在嘴巴里面 立挺在嘴巴里面 对着麦克风 希望大家立挺 这样而已嘛 黄国昌不要再双标了 面对现实啦 谴责一下为什么阿伯 去两次爸爸会馆 去两次以上的陶主演员 谴责一下 我们评评一下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